不曉得昨天晚上您跟黃仁勳董事長在那邊談的 有沒有可以來跟股東來分享的 如果機密的部分就不要了 鴻海股東會小股東問出全場心中疑惑 連我們都想知道鴻海董事長劉揚瑋 30號葉宴到底跟那個男人黃仁勳聊什麼 當然也談到他也說到了 剛剛講到有100兆的這樣子的一個市場規模 那我們也會有更多的合作 那這些合作會陸陸續續在下個禮拜會跟大家報告 簡報裡還偷藏Q版黃仁勳劉揚瑋插畫小彩蛋 畢竟鴻海強這百兆美元商機 關鍵就是這台最新搭載灰達晶片 GB200AI伺服器 讓股民大排長龍狂拍照 上面還有黃仁勳的親筆簽名 AI伺服器功不應求 劉董也傾向股東報喜 預計明年應該會突破一兆 就是AI伺服器的部分 那整體鴻海的營收在明年有機會 有機會會破棄 好消息一出讓鴻海股東會 直接化身粉絲拍照大會 股東擠報前台跟劉揚瑋合照玩自拍 甚至有人直接自備大型看板獻花 今年股價狂飙七成之後 股東目標價喊到五百塊 我們短期就是要看到三百 中期要四百 長期就是五百 看到五百 請大家掌聲 這個專注 在把我們的這個經營做好 我想市場自然就會把那個表現出來了 股民都期待搭上AI特快車的鴻海 股價營運也能跟著爆衝 東森採營新聞 網站紅 張華貞 新北採訪報導